未到退休年龄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在十九大上被踢出局 其未来去向引关注 要到明年三月中共两会才卸任的李源潮 在近期的官方活动中 却没有出现在欢迎川普特朗普的高官中 令人意外 有分析认为 这说明李源潮已被贬 在中共十八届政治局七常委中 只有习近平、李克强留任中央委员 其余五名常委及政治局委员马凯、刘延东、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郭金龙都不在新一届名单上 上述十一人均属所谓七上八下的惯例 属正常到零退休 但今年十一月才满六十七岁且未到退休年龄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此次未进中卫名单 意外出局 自中共十九大后 李源潮的名字就先少被中共官媒提起 11月9日晚 习近平夫妇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宴会 欢迎川普夫妇 当晚 现任其常委及于振生、王岐山等 五名上届政治局常委一起出席 同时 中方的丁薛祥、刘鹤、刘延东、杨洁篪、蔡奇等也出席了晚宴 海外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高新11月13日的文章表示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刘延东与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 都将在明年三月卸任 在川普访华第一天 欢迎仪式和国宴上都有刘延东到场 而李源潮过去五年 一直是担负相当一部分以理性外交工作的国家副主席 居然没有像刘延东一样 被安排出现在欢迎和宴请美国总统的场合 似乎不公平 文章表示 李源潮在欢迎川普时未能和刘延东同等待遇 而且在十九大商一次性裸退 不但在中共党内 在政府内也没有任何职务的刘云山和王岐山 居然会被和刘延东一样被安排出席国演 作为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却没有这个资格 文章提到 一惯例 李源潮和连任十九届中委的张春贤和刘其宝 一同出现在大会主席环名单里 但十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当天下午 习近平接见十九大代表时 李源潮也有在场 但从那以后 中共官媒就再没有提到过李源潮 此外 北京政坛已有传闻说 李源潮已愉快地表示接受退休安排 十九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即被中办通知 中央没有批准他把退休生活的地点 宣在南京或者上海的请求 认为他的退休生活留在北京是最妥善的安排 时政评论员李灵一表示 李源潮没再出现欢迎川普的高官中 确实意外 从出席的名单中 如丁薛祥 刘鹤 刘延东等都是有政府级别的职务 但作为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不在其内 有些说不过去 同时也说明他被贬得厉害 资格也可能被剥夺了 近年来 频频传出李源潮被调查的消息 李源潮的政治背景日趋复杂 其被指涉及前中办主任令计划操弄选举的阴谋 又要对曾主政的江苏官场腐败负责 日前 港媒的评论文章表示 对于脸中伟都未入选的李源潮 是否人会认人大政协贤职颇有疑问 有观点认为他会落退 甚至有揣测他可能会落马 好 来 好 谢谢 努力 是 刘 努力 我